第159集 天蒙蒙亮,随着一道鸡鸣,京城西边一间旧宅子里,破旧的木门枝丫打开。 一个年轻的媳妇捧了个桃碗,走向鸡舍,打开鸡笼,把鸡放出来吃神。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多吃点,多下几个蛋。 年轻媳妇撒了米糠在地上,几只卢花鸡咕咕咕叫着,欢快地啄着地上的米糠。 年轻媳妇笑眯眯地放下桃碗,又去草垛边,去扫鼠准备扫院子。 呀! 年轻媳妇一声惊呼,吓得扫鼠扔出老远。 翠鹅,你一大早的,已经一炸作肾,娘还病着呢,别惊着了娘。 一个汉子出门来,一边穿衣裳,一边不满地说道。 当家的,你快来看! 媳妇冲她连连招手。 咋了。 汉子走过去,顺着媳妇的手指一看,也是吓了一跳。 这草垛子旁,怎么睡着个小孩啊,哪来的? 夫妻俩也蹲在小孩边上看。 当家的,你看,这孩子身上的衣料多鲜料。 这儿,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汉子点点头。 嗯,咱们穷人家,可养不出这么细皮嫩肉的孩子。 你说,他怎么就进了咱们院子,这门都还没开呢? 汉子扭头,看完看墙角下的狗洞。 兴许是从那儿钻进来的。 那,怎么办? 报官? 山子昨晚没命地跑,跑得累极了,瞧见一户人家的狗洞就钻了进去,缩在草垛堆里,想眯一会儿眼,一眯就睡沉了。 这会儿被两夫妻的话给吵醒,迷迷噔噔地睁开眼。 叔叔,婶婶。 见孩子醒了,还乖巧地叫人,汉子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孩,怎么上我家来了? 山儿嘴巴一扁,眼圈红了起来,要哭不哭地说, 有几个坏人,拐了我要把我卖了,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叔叔,婶婶,麻烦你们去一趟怀远将军府,叫人来接我。 我家人自会重重仇谢叔叔审人的。 夫妻俩傻眼,这孩子竟是将军家的。 冯书鸣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随便梳洗了下,就过来找林兰。 林兰,郑伯头不是说那些贼人会给咱们信,这都一夜过去了,怎么还没信呢? 也不晓得山儿昨夜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冻着,有没有挨饿。 冯书鸣说着,泪水又溢出眼眶。 林兰看冯书鸣这两眼肿得,跟核桃似的,嗓子也是哑的,显然是哭了一夜。 当然,她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眼圈都是黑的。 你先别急,山儿是个机灵的孩子,肯定不会吃亏的。 林兰安慰道。 山儿在机灵,又有什么用,那些人卤了人去,可不是玩的。 冯书鸣试着眼角,耿声道。 林夫人,山儿少爷有福相,必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周妈也来安慰,可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 那么可爱的一个小人,别的不敢想,光是想想挨饿树洞,就已经让人心疼得不行了。 林兰也道。 是啊,山儿夫打命打,不会有事的。 再说,正不投查这种案子,是有经验的。 靖伯侯也答应了,会派人去查。 咱们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也要把山儿找到。 周妈把冯书鸣扶到桌边坐下,示意引流去拿热水来。 自己亲自搅了方帕子,递给夫人擦脸。 夫人且放宽心,那些人掳了山儿少爷去,是想拿山儿少爷做筹码的。 在我家二少爷回来之前,那些人是不会对山儿少爷不利的。 冯书鸣气哭道。 这会儿没事,拿保以后没事。 若是你家少爷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山儿岂不是死路一条。 冯书鸣又开始后悔。 是自己把山儿送进了狼窝呀。 雷南挨着他坐下,好声道。 不会的,明远不会不顾山儿的生死,他会想法子的。 冯书鸣抽气着,愤愤道。 我已经让渔管家给老爷送信去,他在宾馆拼死拼活的守卫僵土,自己的儿子反叫人害了,他保得哪门子家,为得哪门子国。 山儿若是不能安然回来,我跟他不死不休。 林南嬷默默默,老东西若是知道山儿出事,会是什么反应。 当初她听说他们母子三人没了 可就另去了棋房 三小姐 屋外传来云英的声音 二少奶奶呢 在屋里跟林夫人说话呢 善儿有消息了吗 云英道 还没呢 明珠似乎很失望地 嗷了一声 顿了顿 说 那我先走了 善儿有了消息 请麻烦告诉我一声 三小姐走好 没多久 红伤眼来问讯 连南亲自去回她 回去告诉大少奶奶 让她别担心 善儿少爷一有消息 我会马上告知她的 冯淑米见林夫的人 都这么关心善儿 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越想越心疼 用过早饭 连南正要打发冬子 去找郑捕头 问问进展如何 姚妈妈带了个人进来 说要见林夫人 王妈妈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那几个不省心的 又惹事了 冯淑米心里正乱着 没好气道 王妈妈忙道 夫人 您快回家吧 善儿少爷回来了 林兰和冯淑米 结实愣住 因为自己听错了 冯淑米急声问道 你说什么 谁回家了 王妈妈回答 夫人 真是善儿少爷回来了 今儿个大早 一个汉子跑来报信 说善儿少爷在他家 让人去接 老奴怕室友诈 亲自跟他去了一趟 结果 善儿少爷 果然在那人家中 正啃着馒头呢 老奴本想带 善儿少爷过来的 善儿少爷说 离府不安全 还是让夫人和二少奶奶 去家里说话得好 老奴就赶紧过来禀报了 冯淑米狂喜 我这不是做梦吧 林兰 你掐我一下 林兰也不敢相信 哭笑不得道 我掐你作甚 王妈妈还能骗咱们 你快回去瞧瞧 我是一步也不敢出这府门的 我让赵主义跟你过去 周妈欢喜地落下几滴泪 双手合十 执念阿弥陀佛 银柳也道 我这就去告诉锦绣 这丫头从左边到现在 滴水未沾 眼泪都快流干了 冯淑敏急急忙忙地走了 林兰在家焦急地等了个把时辰 赵主义才回来 一脸笑容 二少奶奶 三二少爷没事了 这小子真是个鬼机灵 用了我当初 偷人家香肠 被人发现逃命的经验 居然真的被他逃出来了 林兰文言 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 真是老天保佑我 让三二虎口脱险 三二少爷说 他被关在一个院子里 看守他的有四个人 领头的叫魏子 另外几个叫老铁 二牛 瘦子 因为那些人看他年纪小 就没怎么防备他 被他使气逃了出来 不过这大半夜的 乌漆抹黑 他也不知道那院子在什么地方 不过没关系 有了这几个人名 郑捕头应该很快就能把人揪出来 赵主义笑呵呵的 林兰感叹道 真是个机灵的小家伙 可不是 四个大人都看不住他 这小子 简直就是个人精 赵卓一身有同感 林兰思寸道 这件事 你跟正部头说一声 让他继续查 然后再去探将军府 跟林夫人通个信 让他把三二藏好了 别让人知道 三二已经回府 赵卓一纳闷道 这是为何 林兰嘴角拧起一抹冷笑 既然三二已经脱险 那咱们就不怕了 他们想掳人就掳人 当咱们是好欺负的不成 等正部头把人抓到 咱们就把这件事闹大 看他们怎么收场 秦家抓了怀远将军的儿子 这事传出去 那些武将们势必会愤怒 反秦家的声势 就会更耗大 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把柄 不用岂不可惜 赵卓一略意回味 笑道 哼 嫂子这点子好 我这边去安排 怀远将军府里 三二扫换了身干净的衣裳 吃了碗烟窝粥和一个肉饼 两个包子 吃得小肚子都鼓起来了 冯淑敏坐在边上 一顺不顺地 看着势而复得的宝贝嘎的 生怕一眨眼 三二又不见了 慢点 慢点 小心噎着 看三二吃得这么香 冯淑敏心疼不已 忍不住又掉泪 那些贼人太可恨了 对一个孩子 也能这么心狠手辣 都不让你吃饱饭 三二咬了口大肉包 说 娘 我可不是饿的 他们没饿着我 我就是想多吃点 好压压惊 沐儿眼睛通红 鼻子也不通气了 嗡嗡声的 奴婢再去讲厨房 拿些好吃的来 善儿忙道 沐儿姐姐 不用了 我吃饱了 再吃可就真撑着了 玄机又安慰娘 娘 您别难过了 善儿这不好好地回来了吗 冯淑敏唏嘘道 你长这么大 何曾受过这样的惊吓 娘是想想都后怕不已 善儿本来还想娘夸她几句 要从四个贼人手里逃脱 多不容易呀 换作冤死那小子 肯定就只会哭 然后被老铁揍成猪头酸了 可是 这娘这么伤心 她也不好意思得意了 乖乖地倚进娘怀里 胖乎乎的小手 给娘擦眼泪 娘 您别哭了 善儿以后一定听娘和兰儿姐姐的话 不随便乱跑 冯淑敏紧紧抱住儿子 贴着他嫩嫩的小脸 唏嘘不已 是娘不好 娘再也不会让你离开娘了 娘会好好看着你 不会再让你被坏人抓走 有了善儿提供的线索 郑捕头很快把那几个贼人的底细 摸了个清楚 老铁几个猿是宝定一带的混混 仗着有几手拳脚功夫 替人做打手 那位子的底还没摸出来 隔日 在顺义一带 擒获了老铁几人 据他们交代 人不是他们掳的 他们只是负责看守 事情都是位子跟上头联系的 善儿逃走 他们怕上头饶不过他们 当即也逃了 他们也不清楚位子的底细 只知道位子早年在兵营里待过 兵营里的事 郑捕头插不上手 林兰就给静伯侯府递了信 随后 京城里就传开了 怀远将军的独子 临山失踪 被贼人掳了 一时间 此时闹得沸沸扬扬 各家都紧张起自己的小孩 叫内院管着 大门都不让出 这事还惊动了皇上 皇上大怒 怀远将军可是朝廷大功臣 人家在边关流血流汗 儿子竟然在天子脚下 被人掳了 岂不叫功臣心寒 立即严则京都府也 寻城司 务必将孩子找回 严惩贼人 一些平日里 与冯淑敏要好的夫人们 纷纷上门借安慰为名 打听内情 冯淑敏脱病不见 与此同时 京中又有传言兴起 说怀远将军的小公子 是在李府做客的时候 被人掳走的 那些人员是想对李府的人不利 谁要对李府的人不利 大家的脑袋瓜子 都是活了的 很快把秦家出了个 叛贼的事情 联系到一块 更何况 这叛贼 还是被李大人拿获的 如此诸般猜测 愈演愈烈 把秦家推向了风口浪尖 秦城司又被秦中狠狠训了一顿 差点被镇纸砸死 秦家与朝廷那些武官们 原本关系紧张 好死不死的 偏生抓了 怀远将军家的公子 这事要捅破了 又是一桩大祸 秦城司心里冤屈 也不敢叫 只能自认倒霉 谁知道李家二少奶奶 天天带在身边的孩子 是怀远将军家的公子呢 秦城司不禁气馁地想 秦家这两年 诸事不利 眼看着一步步陷入窘境 是不是大献将到 林南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秦家为避嫌 是再也不敢对他 起什么歹心了 别说秦家不敢 秦家还得祈祷李府 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 李府要是再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这仗可都得算在他们头上 好事一桩连一桩 靖伯侯让人递来消息 说林将军已经班师回朝 这意味着明云也快回来了 韬光养晦的日子快到头了 林南心情极好 摆着手指数日子 算起来跟民运分别都快一年了 这日 莫子游上门来 说他和二师兄这几个月嫌大发了 浑身不得劲 问问什么时候回春堂可以重新开张 一双眼却是偷偷地直往银柳身上瞄 银柳拿眼瞪他 他脸一红 盲瞥过眼 过会儿又忍不住去看 两人的目光交战 林南只做不见 心里暗笑 什么嫌大发了 分明是几个月见不到一人 得相思病的 回春堂先不忙着开张 文山已经来过信了 东厄那边的厄娇制作坊 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你和二师兄若是实在闲着无事 便去东厄那边转转 顺便把方子带过去 这一批成品回来瞧瞧 林南慢悠悠地说道 莫子游张了张嘴 半天才憋出话来 师妹 我和二师兄若是都走了 万一你这回春堂要重新开张 还有一大堆事要长落呢 到时候没人手怎么行 要不让二师兄去东厄好了 我留下来帮你 林南忍着笑 闲闲道 这有什么 我只等你们回来了 再重新开回春堂就是 反正我现在也不等银子用 莫子游这下 半赏接不上话来 只一张脸憋得通红 两久 他咬了咬牙 说 师妹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林南笑微微地说 师兄有话之惯说 莫子游窘迫地看看银柳 知悟道 这事 我只能跟你一人说 看二师兄急成那眼 林南温言道 银柳 你先去忙 银柳甩了莫子游一记白眼 扶了扶身 退了下去 说吧 什么事 林南悠悠问 莫子游善善道 师妹 那个 你瞧 二师兄年纪也不小了 至今还是独自一人 他脸皮子薄 不好意思张嘴 咱们做师兄妹的 也该替他想这些不是 师妹 你 你认识的人多 帮二师兄参想参想 给他悟死个人 有了家事 安稳了 别说去东阿 就算再远些 也不打紧 林南先笑 五师兄想取银柳 偏拿二师兄说事 林南微微汗手 嗯 是这么个理 其实我一直留意着呢 就是没看上合适的人 要不 过几日 我托媒婆给二师兄 呜呜呜呜 莫子游黑黑道 师妹有这份心就好 其实二师兄这人很好商量 只要对方人品好 相貌过得去 家事什么的 都无所谓 咱们也是苦孩子出身 不挑这个 嘿嘿 林南笑笑 就是不挑破他的心思 只顺着他的话说 嗯 人品好 性子好 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也不能太将就了 成了亲就是一辈子的事 马虎不得 莫子游急得都快出汗了 师妹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是真糊涂啊 莫子游干咳了两声 常常叹道 哎 你说我和师兄 其实差不了几个月 就因为他比我早入门 他就是二师兄了 林南挑眉的 你不说 我还真忘了 五师兄好像比二师兄 小两个月哦 莫子游忙道 可不是 林南斜腻着他 这么说来 五师兄的年纪也不小了呢 也该成亲呢 莫子游黑黑笑了起来 难得一见的腼腆 那这样吧 回头叫媒婆 也给你物色一个 啊 莫子游睁大了眼 那个 我 我还是比较喜欢认识的 相熟的 彼此知情知信 知根知底的 出起来也不累 师妹 你说对吧 林南故意皱了没 嗯 这可不太好办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 我又不挑什么 其实 其实 莫子游眼神闪烁 吞吞吐吐的 林南免了笑追问 其实什么 莫子游老脸红起来 其实 其实我觉得 严柳就挺好的 林南不以为意 严柳有什么好的 别看他在我面前老老实实 其实性子糙得很 有时还挺迷惑 莫子游的 哪有 我觉得 他挺好的 真的 若能娶了他 我这辈子就算安稳了 再没什么不足的了 我不得出了 我只是想起来 那셔 我们 colle 两个人 更好 轻转 加油 下 轻